人工智能不仅仅只是刷脸任人或者是支付费用 中国的研发团队不但开发了 懂得写诗唱歌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还有懂得创作水墨化的人工智能系统 本台特派记者杨振华 接下来就带您去感受这些AI艺术家的创作水平 一只小鸟看见我的时候 这美妙的梦儿便会变了 在梦里的月光下 从间的白昼是这么暗惨的影子 这首诗营造了一个非常静谧的氛围 它来自一个人工智能诗人微软小斌 这本诗集收录了小斌创作的139首诗歌 这也是史上首部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 小斌的诗集第一周就在亚马逊上 冲进了诗歌词曲类的榜单的第一名 其实小斌是学习了中国现代诗人 一共有519位诗人的他的作品 所以他不是凭空去产生的 用户输入一个图片 他去实施地伸一首诗 小斌已经为500万的用户 写了上千万的诗 小斌不仅是史上最多产的诗人 他还是一位能作词作曲的创作性歌手 这首少女感十足的歌曲 正是小斌操刀写词并且演唱的 我们现在可以吸收其他人类的歌手的一些 这种演唱方式以及音色 然后来帮助小斌去提高 情感的表达其实是整个AI里面 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而被视为最难模仿的中国水墨画 也出现了新的挑战者 这张由人工智能基于照片创作的水墨虾 就显露出浓浓的水墨大师齐白石的画风 我们专门养了一缸活的虾 进行了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图像的采集 所以其实道子呢 他是见过了自然界中的虾的图像 也见过了齐白石的艺术化的虾的图像 他在试图自己寻找这两者之间的映射关系 当人工智能也能发挥创意 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作品 或许有一天这些数字组合 也能成为人类崇拜的艺术家